埃及军队所支持的临时政府第一个内阁已经宣誓就职了 那么就在大约两个星期前呢 军方为了要反应反对总统穆尔西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将其推翻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新内阁星期二宣誓就职 没有一人来自伊斯兰党派 包括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 在此之前安全部队与穆尔西的支持者夜间发生冲突 导致7人死亡260多人受伤 穆尔西下台给埃及带来严重的分裂 数千名穆尔西的支持者继续在埃及的一座广场首页 要求穆尔西恢复执政 每几天都会有上万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我们本来有一个总统 想把穆尔西赶走 门都没有 如果需要 所有的人都百分之百地准备好 为了埃及的自由做出牺牲 我们需要自由 我们需要法治 我们不要让军队占了上风 埃及临时总统发言人说 他们向穆斯林兄弟会提供了政府职位 但是这个团体的一名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 并说临时政府是非法的 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哈桑纳法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伊斯兰组织正在浪费对埃及未来做出友谊贡献的时机 他说 穆斯林兄弟会有可能分享参与并再次证明 他们可以赢得议会 可以赢得总统选举 他们能做到 但是我认为他们不会赢 他们不想尝试参与新的路线图 所以我们仍然身处对立 仍然两极分化 现在临时政府和穆斯林兄弟会都没有明确的战略 临时内阁中有七名成员来自前政府 包括霸出穆尔西的军队首领国防部长赛西 他还将在新内阁中出任副总理 美国之音VOA 维时报道